太陽在地平線上 外圍出現一道光暈 太陽正上方還有巨大光點 就像另一個太陽 這樣的奇景當然引發討論 網路盛傳這段畫面叫做月球獵人 說天空中一個是真實的太陽 另一個是月亮 網友還說這個月球獵人的現象 是地球軸心改變 月亮和太陽同時出現 但這其實是錯誤訊息 在天文或氣象上面 是沒有月球獵人 這種天象的講法的 太陽跟月亮同時出現這件事情 其實跟地球改變 沒什麼特別的關係 天空出現光環 還有人看過五顆太陽並列 這段在內蒙古拍到的畫面之前 也引發討論 其實這些都是大氣中的換日現象 當太陽在低角度高空有捲雲 而且有六角形冰晶結晶 整齊排列時 就容易折射出日暈 換日日助等等現象 大多發生在於清晨以及傍晚這個時候 這個陽光經過冰晶折射之後 就會產生多個太陽的一個效應 因此會呈現一種換日的一個大氣現象 大氣現象不是天有意象 只要條件配合 台灣也看得到 不過天空中出現兩個亮點 同時又有像彩虹的光環畫過 氣勢磅礡 也難怪引發民眾的話題 記者林正堅 陳駿特報導 期待 jin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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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放下